我是李超叔叔 那我就分享一下我的感觉 厂家他有发给我 大概九条十条他的优点 我是比较担心 因为这里面有些优点 对我来说不一定是优点 可能是缺点 我先讲一个比较重要 就是 这个吉他的 不管从琴弦 还是从 这个琴弦很贵 还有这个纸板的设计 还有他的这个云山 面单的选择用料 都是比较偏向于现在国内 大家喜欢纸弹 其实我是不会只弹 所以 或者说比较适合剥弦 确实剥弦很好听 他剥弦好听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他琴弦很贵 这个琴弦本来就贵 然后 再来就是说 琴弦贵的 这个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 我觉得你收到 那一刹那是优点 但你以后过了半年 你要换的时候 就变成缺点了 因为 有减入射 易 有射入减难 当然 所以你就要好好保养 你这个伊利克斯琴弦 你弹琴前后都要洗手 都要擦拭 他就比较晚生秀 好 再来就是说 他这个纸板 是没有毛细孔的那种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25年弹吉他来 我所有的纸板 都是有毛细孔 就上面有木纹 或者甚至有洞 有孔的 所以摸起来都很操 这个摸起来就完全没有感觉 因为它非常的平在里面 所以也是优点 但是 对我来说 有点 有点 不习惯 再来一些其他的 我就不讲了 什么外形 外形我其实一点都不在意 不过这外形也挺帅的 还有这个 背板 挺好的 我最担心的就是说 它的扫弦是怎么样 首先这是一个41寸 缺角的地桶 它的扩展性是比较强 它也够大 然后也可以弹高把位 虽然 虽然我很少很少弹到高把位 因为我不太会弹到高把位 但是总是要留着 说不定哪一天变高手了 对不对 另外就是说扫弦我比较担心 所以我扫一下 哇 很好 也太浮夸了 其实没有 我刚收到的时候 我把音条我马上就扫 因为我很担心这个事情 因为 它一直强调 指弹拨弦很棒 那扫弦怎么办 我听起来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不要担心 录音你也不用觉得 我有修饰 首先它不是电箱吉他 我没有接使音器 它可以让厂家安装使音器 可以装那种 两个旋钮的 然后再压电条的 或者是那种 这个叫做磁条式 磁柱式的 音孔一个横杠杠的 都可以 录音的话 我这是一个电容话筒 听到了吗 抚摸你的声音 然后 它可以很完整的收到 外面的声音 比如说楼下有狗叫猫叫 隔壁有人在唱歌 现在 都没有 所以你现在听到是完整 原始的声音 我完整的弹一些东西好了 我们感受一下它的声音 我得说扫弦非常完美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拨拳有问题 是我没拨好 不是吉他问题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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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鑫也沒有問題 你是不是覺得聽我的測評很無聊 總而言之就是一個沒有問題的吉他 我覺得好得很 以這個價格來說 完美的選擇 沒什麼好說 唯一要挑的毛病就是 護板太小 這也不算毛病 我覺得 講到這裡我都不好意思 我覺得你們如果要看專業測評 還是去看別人的 他們講的比較完整 哇塞 有條有理的 什麼引進句點都來了 我是沒辦法 但是我就說這是一個好吉他 需要的話可以找我 我告訴你去哪兒買 好啦就這樣了 拜拜 拜拜